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开着车 直接从这路边拐了个弯 直接冲到那个悬崖下面去 真实车祸还是蓄意谋杀 荒谬的谎言还是惨突的悲剧 事故车辆载着什么秘密冲下了盘山公路的悬崖 请进收看传奇故事 谁种下了恶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我们常说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在关键时刻控制好自个儿的心魔 但是行善或作恶真的只是人在刹那间的选择吗 恶果的瓜熟地落只需一瞬间 但是当初拨下种子 又用嫉妒 仇恨 冷漠等等这些坏情绪来浇灌 培植 那可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就和这个有关 这是一起发生在浙江省离水市静云县的交通事故 2017年10月14号有人报警 说通往湖镇的这个盘山公路上 有一辆自动挡轿车翻到山沟里去了 车辆严重火坏 交警立刻就赶到了现场 不过到现场一看 那情况还真的是不妙 水沟大概有六七米高 车子的前保险杠已经整风脱落 然后车子里面还有个人坐在那里 是坐在驾驶驾驶座的位置上 经医生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交警很快了解到死者姓王 是浙江离水市静云县湖镇人 从事故现场来看 王某应该是在驾驶车辆回湖镇的途中 一个不慎坠入山沟 可以基本定性为一起普通的山路车祸 通往湖镇的盘山公路地势险峻 一直都是事故多发地 发生这样的事故也是顺理成章 正当交警按照正常的交通意外来处理事故的时候 这敏感的警察在事故车辆被吊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不符合常规的细节 原来车辆被吊到办公中的时候 那个后轮发生了轻微的滑动 那这个细节能证明什么呢 他这个车子是处于空档位置 有开车经验的人都知道 挂空档意味着发动机和驱动轮的离合器分离 车辆只能依赖惯性向前进 在盘山公路的上坡路上 怎么可能有人会选择空档呢 您可能会说了当时情况那么危险 司机在慌乱之中碰到了档位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从驾驶习惯来讲 驾驶员遇到危险的时候 本能的反应多半是踩刹车 又怎么会在一片混乱当中选择改变档位呢 除了这个 交警还在现场发现了另外一个疑点 死者王某的身上居然还完好的系着安全带 像这种情况的话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掉下去之后 发生事故之后 立即就死亡 要不然的话 驾驶员一定有一个求生的动作 他这个保险带肯定会解掉 会进行求生反应 难道王某一掉下去就直接死亡了 这得多大的冲击力 因为只有直击要害的碰撞 才能够导致立即死亡 但是从现场肉眼判断 遇难司机的身上并没有严重的外伤 事发的时候立即死亡的可能性不大 那他为什么一点求生欲望都没有 带着重重疑惑 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呢 就给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打去了电话 而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个人找到警方 他就是死者王某的妻子李某 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托人询问 可否不对丈夫的遗体进行解剖 并且尽快结案 这就让警方意外了 亲人死了 死者家属通常会很急切 并且会全力配合警方查明真相 而李某的行为呢实在是有点反常 难不成他已经知道真相了 李某的行为让警方有了某种模糊的猜测 但是这一切都还得靠证据说话 警方呢就决定先从监控录像里头找找线索 他们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路口的监控视频 还真发现了个疑点 就在案发前不久 10月13号晚上11点左右 事故现场的那辆银白色车辆呢 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附近 而驾驶这辆车子呢并不是死者本人 而是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死者的妻子李某 都是一家人开同一辆车 这似乎没什么稀奇 可是在对监控录像进行反复查看的时候 警方在车辆的后排 看到了一个卧倒的身影 从这个监控里面发现 后排是有一个人躺着的 那么我们怀疑这个就是死者 警方推测 李某很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前 就驾驶着这个事故车辆 载着丈夫王某前往某处 那么王某这个时候是昏迷了 还是出现了别的状况呢 这辆车是开往事故现场的吗 由于李某随后驾车消失了 而事故现场没有监控 所以在此之后的线索就断了 但是顺着这条线索往前推 警方又发现了李某的一个 不同寻常的举动 10月13号晚上9点09分的时候 也就是李某驾车那段监控的 两个小时前 李某在另一个监控里头出现了 这是他和丈夫王某 共同居住的这个小区门口的监控 只见李某独自一人 骑着一辆电瓶车前往一家小店 走到那个边上的一家小店里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我们看到那个李女士从小店里出来 然后看到了小店中 另外一个人拿了一个那个煤气罐出来 放到了那个李女士的那个电瓶车上 然后李女士在骑着电瓶车 原路返回到她家中 李某搬了一罐煤气 这是什么情况 据这家小店的老板回忆 当年晚上9点 李某急急忙忙的买了一罐烟化气 说家里头正做着饭 急用呢 晚上9点09分还在做饭 这不太符合大部分家庭的生活习惯 所以警方马上就找到了 李某和王某的女儿 向她求证这件事 通过她的女儿 了解当天的夫妻之间的生活规律 三点多的时候 她父亲就出去买菜了 买菜之后就回来烧饭 做菜 五点多的时候已经吃好了 所以李某买煤气罐的时候 家里头压根就没有做饭 李某为什么要说谎 煤气这种高危气体 如果买回去不是用于做饭 他还能用来干什么 警察觉得李某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大了 而这个时候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 李某此前曾经试图阻止尸检 是不是说明这实体上有什么秘密 试检报告显示 王某果然不是因为车祸造成的伤害而死亡的 法医在他的胃里头发现了安眠药的成分 莫非王某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亡的 但是这也不是王某的死因 事实上王某的死因是这样的 王某竟然是窒息而死的 看到这儿就连警方也觉得不解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某服用过安眠药 可又是窒息身亡 李某诡异的行踪 以及那罐不知用在何处的煤气 都让整个案件变得通俗迷离 这个时候李某主动找到警方 他表示他愿意坦诚一切 但是李某的第一句话就把警方给惊咒了 李某说他们夫妻俩其实是相约自杀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的2017年的一个雨夜 浙江省离水市静云县的一条盘山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车祸 但是现场的种种可疑线索都告诉警方 这并非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警方越调查越发现死者王某在事发当晚 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王某服用过安眠药 可又是窒息身亡 他的妻子李某行动诡异 还曾经买过一罐不知用途的煤气 就在这个时候 李某主动找到警察 并且向他们坦白了一切 李某面带挨色 说出的话令人伤感 他表示自己和丈夫王某都长期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 这次的事故是两个人早就计划好大 李某说他们本来打算服用安眠药 然后打开燃气自杀 可是事到临头他们有了别的主意 他们俩开着车一路就来到了事发地 当时是说 把他老公从后排和扶到教肆室做好 他老公他自己绑着安全带 跟他老婆说 我等你两天 你先安排好后事 你再来 所以他老公就是开着车 直接从这路 从路边拐了个弯 直接冲到悬崖下面去 李某表示他阻止警方尸检 也是想给丈夫最后的宁静 事实上如果不是警方一直在调查这件事 他这两天也打算随丈夫而去 而且李某说的是声泪俱下 不由得让人心生理解和同情 但是警方并没有因此 就结束对这件事的调查 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一个道理 始终相信证据而不是推理 即使李某是无辜的 也得找到对应的证据才行 还抱着这样的态度 警方继续对李某的生活轨迹进行了梳理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个让人心惊的发现 原来这案子里头竟然有个第三人 就在李某曾经驾驶事故车辆出现过的那个监控探头之下 警方又发现了一名可疑的戴口罩的男子 李某离开了两个小时之后 这名男子驾驶摩托车现身了 而令人震惊的是 李某正坐在他的后座上 他之前开的那辆银白色的车辆不见了 突然出现一个这么一个戴口罩的这个 一个人 就是我们 就是更加的那个怀疑重视 细心的办案警察发现 这名男子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探头之下 在李某之前驾驶事故车辆出现的画面之后 短短几秒钟 嫌疑男子就曾经出现过 当时警方以为他是偶然入过的 现在看来他是故意跟上李某的 还和李某共同前往了案发地点 并且共同离开 如果李某真像他所说的是去自杀 那这个神秘男子又为什么会出现呢 他和李某什么关系 警方找到了李某 询问神秘男子的情况 然后这回呢 李某一改之前倾诉欲很强的那个样子 只说这名男子是自个儿的初中同学 姓陈 其他他一概避而不谈 最后我们又是一再保证 如果说这个男的也是跟你所说的一样 只是把你从上面接下来 那我们不会去为难他 后来他在我们多方的努力之下 他是说出了他这个人的名字 李某表示那陈某只是从事发地 接自个儿回来 他并没有牵扯进这件事 但是陈某的表现呢 却不像李某所说的那么简单 警方到陈某家一问 呦 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影 或者说他只在案发那几天 有了踪影 从我们走坊主反馈回来的情况是 这个男的常年都在关系 几乎很少在静云 但是在案发这几天 他出现在我们静云 案发之后我们又找不到他的人了 所以我们当时就说 这个男的肯定在这个案件里面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常年不回静云 一回静云就出现在案发现场 案件一结束 那就回南宁 这也太可疑了吧 于是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前往广西南宁 给陈某展开了调查 经过三天三夜的蹲守 警方在第四天的时候有了收获 发现一个回忆男子 从那个男生公寓的楼梯道里 走出来去取快递 看到正点之后 其实我们就已经 一千年就已经敢打保票了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就立即死了抓捕 被抓捕过案的陈某惊慌失措 他没想到自个儿行事小心 居然还会被发现了 在审问过程当中 还没回过神来的陈某 全盘拖出了这场 蹊跷车祸背后的故事 陈某表示 他跟李某之间 并没有人们想的其他关系 他们俩只是做了场交易 据陈某交代 他与李某的是同学 由于自个儿生意不景气 他又欠下了高额的债务 为了还债 陈某就四处借钱 而就在事发半年前 陈某找到了李某 想向他借一万五千块钱 而李某表示了 钱可以借给他 但是得帮他做件事 事成之后 还会再给他一大笔钱 手头接据的陈某 听到有赚钱的买卖 他立马就答应了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明知道这件事是犯法 可是陈某还是在金钱面前 失去了理智 他相信杀害王某之后 一定会有巨额的回报 因为李某告诉陈某了 说王某和车辆都是有保险的 事实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几个谜团没解开 到底死者王某体内的安眠药 来自哪里 李某买回去的那个煤气 又到底用在何处了 王某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陈某坦白了一切 他表示在案发当晚 李某一家吃完晚饭之后 李某就开始了谋杀计划 突然发个微信之后 他说我已经把药给他吃掉了 当时我后来就问他 我问他什么药 他说他拿个药 我现在用煤气 要么就是买个煤气 用煤气把它都吃一下 他把车停在他岔路口 再把煤气块拿出来 放到复小时 大概有一个来小时左右 之后再把这个床户打开之后 再把车开到案发现场 再制造成这个死者 自己开车对押 这么个交通事故现场 为了增加事故现场的真实性 俩人还特意为死者系上安全带 做了各种伪装 李某本来是心存侥幸 以为陈某躲在千里之外 警方不可能从茫茫人海当中抓住他 当得知陈某把作案过程全盘拖出之后 李某这心理防线彻底被击花了 当时问了几个问题之后 他就眼泪的往下掉 他当时就跟我说 说自己是真的很苦 李某这回又苦在哪呢 跟他的身世有关 李某心中真正的恶魔种子 是由此而种下的 原来李某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但是因为家中都是女儿 所以盼儿心切的父母 就在他出生之后 和一个家中全是男孩的家庭 达成了互换协议 用他交换对方家里的一个男孩来养 这样的话 两家人互惠互利 儿女双全了 我就在养父母家长大 因为两家的家庭条件悬俗很大 养父母家里都很穷 李某从小到大没少吃苦 加上又不是亲生女儿 也没得到了多少爱 所以当他得知自个儿的身世之后 李某感到十分的愤恨 而更让他感到不满的是 在他长到适婚年龄大小的时候 双方老人又商议了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就更加的荒谬 那就是让他和那个互换的男孩结婚 可是既然李某的爸爸妈妈不想要女儿 为什么还要让女儿以媳妇的身份 重新嫁回去呢 这得是多么自私而冷漠的两座父母 将儿女当作自个儿手中可以随意摆动的妻子 可是儿女长这么大了 他们有思想有感情 他们是独立的人 怎么可能会顺从地接受安排 这时候李某早就有了心仪的对象 但是这段感情最终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极力干扰之下 无疾而终 这一行为激发了李某的反抗 他坚决不同意嫁给换亲的男孩 而且还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出于赌气 李某选择了出生农村家境贫寒的王某 不顾父母的反对 也要强行嫁给他 他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任 并没有惩罚到父母 而是让自己的生活继续走下坡路 没有爱情的婚姻包容度那是极低的 李某开始发现王某的各种坏毛病 开始不满意自己的生活 感情在一次次的埋怨和挑剔当中 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另一边呢 李某的公婆则觉得李某是看不起他们家 嫌弃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对他们也不是十分的尊重 他这个有点看不起你们 看我们没结 这个人呢挺好强 要跟人家比 他们都买了饱满奔驰 他们都住了别墅 住了高楼 我们呢就住了旧房 他就是经常要跟两个婆 一起这个吵架 从这满满的抱怨声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相处十分别扭 对彼此也十分不满 而在李某女儿五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他们的感情彻底破裂了 因为我女儿得了重病 在医院昏迷了六个月 要花费很多的医药费 经过医生的诊断 李某的女儿得的是急性脑膜炎 需要大笔的治疗费 可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 李某丈夫和家人呢 都想要放弃女儿 我老婆晚上想偷偷 把我女儿抱出去扔掉 我知道了之后 我就不同意 我说哪怕是我自己欠债 我欠钱 我要把女儿治好 在女儿面前 李某始终是个无私的母亲 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 李某还是坚持为女儿医治 奇迹出现了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 李某的女儿康复了 看着女儿童心绽放的笑容 李某觉得自个儿背负了十几万的外债 那是值得的 为了还钱 李某每天打三份零工 而丈夫呢 这时候总该担负一点责任吧 后来我就硬逼着她出去打工 她说她自己赚了的钱 她不会给我还债 她说这个女儿是我的 不是她的 那她从那时候起 她的经济收入 就是她自己一个人独立的 李某的心彻底死了 我怨恨她 怨恨她不尊重女儿 你还是我的全部 从李某的眼里 我们看到了她对丈夫的失望与仇恨 但是丈夫王某 就真的像李某说的那么冷血无情 连自个儿的亲人孩子的死活都不管不顾吗 王某的家属在听了李某的控诉之后 那是气愤而无奈 或许吧 在缺爱环境下成长的李某 本身就极度缺乏安全感 加之与丈夫结婚源于一场报复 所以对丈夫的感情才会如此的极端化 所有的毛病都被无限放大 李某曾经尝试过离婚 可是丈夫提出了高额分手费 这就令他无力支付 生活的矛盾一件一件的叠加 让两个彼此怨恨的人越来越相互的赠物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大打出手 2017年3月的一天 两夫妻再次发生争执 丈夫王某扬言要把妻子给掐死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打内科琴 李某就萌生了先除掉丈夫的想法 接下来的事情 就像您在开头看到的那样 李某开始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李某可恨吗 当然可恨 他无视法律 无视人伦 强行拨夺了一个人生的权利 李某可怜吗 很可怜 小的时候是可怜的女儿 被父母随意的抛弃和遗忘 长大以后是位可怜的母亲 没有感受过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温暖 李某选择跟丈夫结婚是对于养父母和生父母的报复 他选择谋杀丈夫又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报复 可是这样的报复只会让他在泥沼里越陷越深 最终万劫不复 这是家庭教养的悲剧 也是李某个人的悲剧 但悲剧是可以给人警示的 自暴自弃 最终伤害的是自己 伤害他人 并不能改变自身的困境 每一个身在逆境的人 只有首先爱惜自己 才能够从绝望里开出花儿来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这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我们下载手机